馬祖慈悲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 北港朝天宮的真 善 美 慧的教義故事跟建築 我們這個當年叫做馬祖的教義與丁寧 對馬祖漫的圍牆 他像龜 菇 烏龜 龜形的外殼 他代表著長壽主的是永年 張所歡迎 他代表歡迎 四海龍王排列在那邊 名光順其 沒有錯 名光順其 那意思說歡迎所有的信徒來朝天宮 接受馬祖的指點 那個馬祖的明光 永遠會保護我們吉祥如意 一切順利 我們可以這樣的一個想像 這代表馬祖的圍牆 四海龍王來歡迎我們 然後同時他來保護我們四海生平平平安安 馬祖有這個能力 他是海神 在連盡的航海當中 連海當中來保護我們 好 這個故事的介紹導覽是 外面的圍牆 及上面的四海龍王 我們再把它終結一下 馬祖廟的見直跟他的故事 跟他的一個教義 跟他的一個丁寧 第一個 就是圓規的圍牆 就代表我們必須永遠保護歷史的珍寶 馬祖文化的重鎮 重要的廟 北港朝天宮 第二個 圍牆前面張開迎賓的樣子 就代表我們永遠歡迎來客 中國人講中 有彭治遠方來不亦也乎 就是歡迎 我們身為馬祖的信徒 馬祖的同修 就馬祖道德 我們一定要隨時去擁抱眾生 歡迎來客 不管怎麼樣的眾生 怎麼樣的客人 我們都接受 都歡迎你 那第三個 四海龍王 我們給你們的提示就是 馬祖是海神 在人海當中 明光盛極來主點我們的信徒 來 拜給我們光明盛極 有光明的未來 還有一切順利 平安 吉祥 主點信徒 獲得這些 那前面兩個朝天的碑文 也是肯定 馬祖的文化 馬祖的教義 馬祖的聖德的事蹟 是上天 而是人間所共同大眾所肯定 而有他的正當性 那四海龍王的雕像的不同 衣帽不同 代表對南的尊老敬賢 東海龍王帶的馬祖 地況全大 再來是西海龍王帶的小一點 再來是平民的 再來就是更小 年輕的更小 那這套代表要尊老敬賢 重視倫理 重視倫理 那起來慢慢的風化了 也就代表現代風氣呢 逐漸的影響 逐漸的會失去原來 北港傳統的一個文化 馬祖的傳統的文化 一種活動 意思是說 現代風氣的逐漸生產 傳統的一些倫理 剛剛有這四海龍王的倫理 可能就已經上市了 會有影響 要提醒我們要去保護 要去維持 那最小的北海龍王 這個倫理北海龍王 你看看武功的架式 這意思告訴我們 我們一定要鍛鍊身體 一定要懂得人的無限潛能 身體的架構可以擺出之勢 人永遠推你不倒你 武功很強 可是要保持一個柔軟 衣服的柔軟 保持一個謙慎 謙卑的柔軟的生活態度 來用這種柔軟的態度來生活 那我們可以永遠保護 年輕 可是我們有這種威夷 要教我們現代的人 年輕人要學習 要端正自己的身體 武士 要練習 要有內涵 外面要輕盛 要柔軟 保持永遠的人情 保持永遠的人情 我想今天介紹了圍牆 跟我們圍牆上面的四海龍王 我們大概有四則 足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這也是馬祖的叮鈴 供給各位有心學馬祖聖道的人 這些同修來做參考 YTM 義德馬祖的同修會 是從北港茶田宮出來的戲碼 教義的一個馬祖 所以我們叫傳播聖道 所以各位看到這個圖 LOGO 我們前面就是潮水 下面就是烘調什麼樣 儀勝 你看馬祖就是海山 四海生平 那只要海水 潮水之外 有太陽 夜亮 大音量 前年的就是烘調什麼 儀勝 所以我們來朝拜馬祖 轟調一瞬 人生來光明 那我們馬祖的後面就是 北港朝天宮的建子 所以有教義來自於北港馬祖 那北港馬祖 又是台灣馬祖文化的重鎮 所以我們的更年來自 所以我們上的課 教的禪功 動功 進功 修的土提道 九品年臺都是有根基的 教的姓名寫 祖威 命理的 這些原理原則 通通在馬祖廟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特別來跟你們分享 我們立志把馬祖的文化 傳播到全世界 希望各位把這樣的故事 講給所有人 分享大家 下次再去北港朝天宮 拜拜的時候 你可以一一為所有的朋友 來拜馬祖堡 來拜馬祖堡 我們呢 寧光順己 四海龍王 道士都說 不管你回到哪個國家 他都可以保佑的我們 我們來求馬祖 指點明經 我們一切順順利利的集集什麼 想一想 就是今天我要講的 馬祖的教義 馬祖的故事 馬祖的定義 以上謝謝大家